家人们啊你们知道吗 Proton S70的小改款真的要来了 最近网络媒体呢 德阿杰肉呢就拍摄到一组S70的这个白车身 也就是body in white的叠照 经过对比之后 这个白车身的设计跟目前的Proton S70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Proton S70的小改款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Proton S70的背景 它在2018年的年尾呢正式登陆马来西亚市场 当时是以CBO的翻式翻售 然后一直到了2020年年初呢才以CKD的方式翻售 而且CKD的S70呢在配备上面跟设计上面做了一点升级 例如说可调整的后椅背 还有全新的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这些升级都让它成为了当时市场上最畅销的C-Segment SUV 可是之后呢Proton就没有再为这个车转进行升级过啦 一直翻售到现在 到去年呢它那个所谓的MC呢 其实也只是更改一点点的设计 然后更换这个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其实这台车的历史呢已经是非常悠久啦 所以导致呢消费者购买的预验就普遍的降低啦 Proton S70的销量也因为如此呢 从原本的每个月可以卖2000多台呢 跌到上个月的1200台 其实在之前可能更惨因为跌到了3位数 所以Proton的产品部门呢已经规划为这款车车推出一个升级的版本啦 其实呢目前Proton已经在为这个小改款的车型进行测试了 根据捕获到的跌照呢其实它的外观部分 暂时跟目前在收的Proton S70是一样的 可是呢最近的Argero呢就公布了一个消息啦 就是它获得了一组这个S70小改款的Body in white的照片 经过对比其实它跟这个博越Pro的外观设计是非常相似的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博越Pro 它就是这个Proton S70的原型车极力博越的小改款车型 是在2019年推出 之后呢它在2021年呢也推出了个博越X 然后在2022年又推出了一个叫博越2022的版本 外观上面进行小修饰 但是整体的风格呢跟之前的这个博越相比呢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首先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它整个车头设计 变得跟之前的博越或者是S70呢更为大气 但是有不少的网友吐槽呢 它原本的Projector LED头等组不见了变成反射式的设计 其实我自己个人是不care啦 因为反射式有时候可能更亮 除此之外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呢 这个S70 Pro呢它会采用这个博越Pro的设计之外 中间的水浆护罩也会跟这个Proton S90一样 采用这个顶撞式的最新甲族设计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哦 但是因为只是小改款车型 所以它的这个车身尺码轴距都完全不变 因此车室内的空间基本上跟现在的S70 是一模一样的 我希望Proton小改款就小改款 这个S70的隔音表现千万不要碰 因为这个S70的隔音就算是放在目前 也依然是C segment里面隔音最好的那款 我们除了知道这个外观设计的细节之外呢 这个内装设计基本上我们还是还不清楚啦 不过我觉得啦可能会更换成跟Proway Pro一样的设计 因为如果你还是延续现在S70的设计呢 相信小费者应该也会很多投诉啦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一点就是Proton S70小改款呢 会在它的触屏主机上面进行升级 我相信现在很多S70的车友已经开始 complain这个车机开始lag啊还是什么 在小改款的车型上面呢 他们会更换一个硬件更加强大的主机 也就是Proton S90上面这个6加64的Android主机 当然它内建的系统就是这个Arculus OS啦 这一次呢这个OS的改进呢包括了一个App Store 就是你可以下载一些特定的软件 照你的这个主机中 同时主机的运行速度也会更快 我自己其实个人是希望啦 Proton在这个小改款上面呢 可以把这个博越Pro的内装设计翻过来 因为现在的S70设计可能质感还不错 但是看久了真的有一点点腻啊 如果可以把这个博越Pro的内装设计翻过来 全新的数位化仪表全新的主机全新的整个中控台设计 消费者应该还是会买单的 至于在引擎配置跟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相信跟现在的车型应该是大同小异 应该有的都有啦 但是这个ACC应该还是没有这个stop and go的功能 但是像是前方撞击一顶眼镜光灯自动调节 车道维持系统等等应该都还会有 至于在以前的部分呢 应该还是跟现在一样提供两种引擎供选择 分别是1.8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两者都匹配7速的14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小几率呢 原厂也会为它匹配这个新的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引擎 这个引擎的最大马力达到了190PS 也就是讲它应该是目前Proton所有的引擎中动力最强的那款 油耗也会有一点点的帮助啦 不知道各位三种引擎 也就是1.8、1.5跟1.5混合动力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到了影片的最后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会问就是这辆车什么时候会发布 根据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呢 今年Proton的新车计划里面是没有S70小改款的 分别有的是X50的一个升级版本 还有X50手段 那么Proton S70的小改款 预计它会定在2024年发布 所以呢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channel 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啦 大家觉得这个新的Proton S70呢 有什么惊喜吗? 影片留言给我知道 好啦我是Ivan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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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